我是今天的这个speaker race pro 那目前呢 我是这个200人的这个团队领导 那其实每个学习 每个技能呢 都是从聆听开始 OK 从聆听开始 我们投入于社会当中呢 我们很渴望去表达自己 就是我们会很希望自己被看见 尤其是在工作职场上 我们很希望自己被看见 那我们就很渴望去 立刻讲讲讲讲 很渴望去了解朋友 包括说交朋友啦 交男女朋友啦 我们会很渴望去了解别人这样子 OK 可是我们却很少会主动去聆听 或者是去了解人家 人家学会做好一个聆听者 我们会有几种收获 第一种我们的收获会是 我们会为自己的情感仓户呢 做一个存款 当你学会聆听别人对你有好感 人家跟你觉得相处舒服 他喜欢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他就会在你的这个情感仓户里面呢 就是再放一点加一点加一点这样子 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银行嘛 那银行除了装钱 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魅力 个人的这个情感参户 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透过聊天的话 也是可以就是增加自己 聆听的话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公信力 OK 很多人可能会说 你要有公信力 你就应该作为一个领导 作为一个很厉害讲话 这个是其中一个无可否认 需要master的skill 那可是你如果学会了 退下来在旁边去聆听 很贴心 很诚恳的去了解别人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增加自己公信力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对 然后第三呢 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networking OK 就当你学会聆听 你的朋友自然会多 那你的networking自然也会增加嘛 对不对 很多过程中呢 他们只是想要跟你交朋友 他们想要跟你讲东西 你就是表达说 对 我懂你 我有在听 你可以继续说 哎呀 这几个词是大家可以就是学习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 聆听者的一个开始 OK 第四点呢 为什么聆听这么重要呢 是因为很多时候呢 人呢 不擅长于做我表达 可以在谈话当中 你可以更加了解 那一个人的 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甚至你可以帮他去 澄清 透过问问题的方式 去让他更加能够精准的 表达自己 当你能够清楚的 让别人表达自己 你作为一个很好聆听者 别人会很感激你 甚至他跟你的感情 会更加的深厚 那第五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 透过聆听呢 我们可以更加精准的 去分析到 别人表达的这个消息 包括说新闻啊 包括说资讯啊 包括说潜台词 因为这个是资讯爆棚的时代呢 基本上我们不缺 不缺这个 连小孩子都可以在家 看iPad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缺讯息 所以我们要懂得聆听 懂得分析 所以为什么聆听如此重要 你的第六个收获 如果学会聆听 会是得到什么呢 就是你能够减少关系的摩擦 很多时候 你认同吗 你跟你的伴侣 你跟你的父母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你跟你的职场的这个伙伴 会有摩擦 是因为聆听到不周详 OK 表达 他可能表达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聆听方面 有一些误差 导致到可能 关系不太那么的顺畅 会有一些误会 OK 都是来自于聆听这一边 首先你要学会聆听 你肯定是要有一个 好的聆听环境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跟别人聊天 因为路上见到 就打一声招呼 可能没有好好的 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如果当时候有一个人 他跟你谈一些东西 或者是一些心事 那是否我们应该要 塑造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一个可以谈东西 比较可以专注的一个环境 然后甚至很多人 很常会忽略的一点 就在聆听的时候 大家有什么 就是会有手机 对不对 那我们很常就会一面听 一面回message OK 或者是我们会很多的distraction 然后在想别的东西 因为我们太忙了 这个时候 可是聆听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放下手头上的 这一些东西 OK 然后专注的去 聆听他所讲的东西 OK 最重要就是 一个好的环境 第二 要的是 就是你能够有耐心的 把对方的话 给听完 OK 很多时候可能 我们很大的 这一个 大家一起会犯的毛病 就是人家在讲东西 我们就会 插嘴 哦 我也懂 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或者是 会 interrupt这样子 或者是 你是一个耐心 把对方的话 给听进去的人吗 第三个的话 就是你要很客观 不要去做judgment 我觉得可能聆听的时候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角度 说 这件事 这个朋友 这个同事 他是在帮我去陈述 这一件事情 那不管他说的中间 涉及了多少者 有第三者 有第四者 对吗 那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情 我们也要很客观的去判断 也不是判断 就要很客观的去想 他是在陈述 他需要聆听者 他需要有一个人了解他 那中间 如果有涉及了一些八卦 还是一些不好的事 还是一些好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也要保持一个 很客观的东西 毕竟 OK 我们是必须要自己去 find out 说到底那件事情是怎么样 也或许根本 你也不需要去find out这件事情 OK 就是当做是一个陪伴 当做是一个聆听 对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是喜欢你这个人 他跟你说这个事情 你as一个supporter 去聆听就好了 不一定你要就是 很强烈的表达说 你对那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还是说 我给你什么答案 我给你什么建议 直接这样子去 去lead他 其实也不需要的 OK 那第四的话 怎样做好一个聆听者呢 可能就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 pepper方法 就是你可以 重复对方说的话 重复对方说的话呢 就比如说 好像他跟你说 我觉得最近的心情很差 然后你就可以说 你最近心情很差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重复他说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你有在体贴 你有在听他说的话 这样子 对 重复对方说的话 然后或者是你要表示 你有在听 你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 对 我懂 你可以继续说 对 理解 理解 就是 这些就是表示认同的东西 也不需要可能你 你给一堆很大的 statement 还是什么 那第五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保守秘密 就是 很多时候 人家会告诉你 一些是可以说的事 一些可能是他心里面的 一些想法 一些情绪 一些他私人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做到 作为一个聆听者 能够保守秘密 不会到处去跟别人说 哦 刚才那个谁 跟我讲什么东西 刚才那个谁 他跟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八卦 他不是一个 心情交流 他不是一个聆听者 他不是一个能量交流 我认为呢 其实一个沟通 或者是一个聆听者呢 他最大的意义是在于 说一个陪伴 然后一个 能量交流 然后一个 互相启发彼此的一个东西 我是说一个 比较深层的 一个 聊天啦 当然很cash的聊天 是可以 就是纯粹是聊天 跟update的啦 这样子 对 然后第六点呢 怎样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呢 就是 你要学会感恩跟感激 那一个moment 那一个关系 OK 放大这一个 你们可以彼此 聊天 交信的这个moment 很多时候 我跟我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哦 其实 我们也不知道 几时 我们可以再这样子 继续相聚 也不是说 being very sentimental 或很感性啦 只是说 人真的不确定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就是感恩 这一刻 我们很click down 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聊天 我懂你 你懂我 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 今天我们是彼此的聆听者 你就会很appreciate 那个moment 那时候你的那个bonding 跟click就会在了的 那个聆听的意义 就会发生 发生到很大的效用 对 那 第七点的话 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情绪呢 担忧 或者他的这个兴奋度啊 全部东西呢 都表示说 你知道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 再去询问他更深入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隐忧 因为人其实每一天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他有一些情绪是他没有办法精准的表达出来 那你作为一个listener 其实你是一个第三者嘛 那其实你大概可以比较细节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 你就可以察觉出 其实他那个 他讲那句话 或者他的那个感觉 他的那个小动作 OK 他的嘴角 他的动作 他的眼神 OK 可能隐隐约透露了 他一点点的隐忧 一点点的兴奋 一点点的担心 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是否 可以在做一个问题的 不问题的方式 去问他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件事情有一点难过 还是 你其实是不是觉得有一点担心啊 还是我看你好像 有一点点的小开心 是什么原因可以share一下嘛 就是你可以对他的情绪放大 然后过后你再就是做一个 一个就是问问题的方式 让他继续继续去去去讲下去这样子 对对 把他的这一个在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可能可以讲出来 OK 让他有抒发的一个空间 OK 那第八的话呢 就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可能我们可以注意的东西是 OK 我们不随便植入自己的价值观 聆听者应该要注意的东西是 你要有一点细心去了解 他给你的这个signal OK 毕竟每个人其实都有脆弱的时候嘛 每个人都需要聆听的时候 对不对 那基本上来说 我要说的东西是 聆听呢 它是一门被值得探索的学问 为什么值得被探索 因为它是一个建立一把好的关系的 一个key 一个钥匙 对 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聆听的话 我们可以让自己成长 然后让自己的观点 变得被改变 或者是我们能够调整自己聆听 跟别人沟通的这一个方法的话 我觉得是还蛮好的 好